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书啊 您得当纯故事听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啊 她是位女性 并且呢在正史当中啊 没有过任何记载 还别说正史了 也使啊都没有提及 那么这个人物呢 只存活在自明末到现在的各类文人笔记当中 形象逐渐被丰富 那也是因为啊 她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 以及影视作品当中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还要聊她呢 那是因为啊 她和之后咱们要讲的乌三桂 有着很重要的联系 这个人呢就是活在影视剧 以及文学作品里的大美女陈圆圆 您去翻看资料 无论陈圆圆的出身 还是后来的学艺 乃至后来的衣服乌三桂 都有着不同的版本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着实的没有必要把这些都讲了 所以说呢 咱们挑一个相对最贴谱 最热闹的梁子 给您开这段书 得嘞 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您所熟悉的赫赫有名的 秦怀八雁 陈圆圆 这三个字可不是陈圆圆的本名 他本名姓什么呀 他本名啊姓行 单名啊一个圆字 哪个圆啊 三点水 一个一圆钱两圆钱的圆 这圆圆二字 有人说啊是他的乳名 不但有乳名啊 他还有字 他字呢叫晚分 那好好的这行圆 怎么就改姓陈 叫陈圆圆了呢 他是这么回事 这陈圆圆啊 他们家是江苏武晋人 这武晋呢 大概就是现在的常州附近 要是这孩子他命不好 从小就父母双亡 只能跟着自己的叔父过日子 可是到了八岁那年啊 常州发了大水了 这武晋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叔父啊 只好带着全家是举家逃难 到哪呢呀 到昆山 去投奔那儿的亲戚 谁呀 陈圆圆的姑妈 这陈圆圆的姑父啊 在昆山呀 他是个手艺人 哎 是个厨子 所以这生活呢 不能说是大富大贵吧 这一家子算过得去 昆山的姑父家呀 虽然日子过得去 但是呢 人口凋零 膝下没有一儿半女 看这个陈圆圆啊 长得十分乖巧 小姑娘呢 又非常灵力 您别管是做个饭呢 炒个菜呀 还是做个女红啊 都是一教就会 一学就好 没有不出色的 于是这姑姑两口子 一商量啊 就把这陈圆圆给收养了 所以这陈圆圆打这儿起呀 哎 他才姓的陈 当然了 关于这陈圆圆 他是怎么姓的陈 原来姓什么 这其中的故事 光我知道的 就不下七八个版本 我爱这儿呢 无非呀 是给您挑了一个脉络清晰的 贴谱的说法聊 那么这一日长 两日短呢 这陈圆圆 他可就长大了 这养父母就发现呀 这陈圆圆 这小姑娘啊 对音乐上啊 特别有天赋 从这教坊 游船中飘出来的歌女 弹唱的小曲啊 这陈圆圆听两遍 就能在家里自己哼唱 于是这老两口子一商量啊 就把这陈圆圆 送到昆班去学习了 您可得记清楚了啊 不是那个江边上的清音小班 也不是这个画坊上的歌迹 去的是昆曲班 学的也是正经的南昆 昆曲这行子呀 号称是万夕之祖 您还别说是现在了 歌到明晚那会儿啊 也没有几个人能欣赏得了 所以说呀 那真正算得上是 这阳春白雪 曲高贺寡 是一种服务于 世大夫阶级的戏曲艺术 和那些呀 赶庙会 大到边 小到眼的 大口烙子呀 蹦蹦戏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 更是不同于 这个教坊柳相 歌女们唱的清音小曲 关于这一点呀 大才子茂碧江 在她的书里 《影梅安一语》中 写得非常清楚 大才子茂碧江 与陈圆圆之间呀 有一段溯源 咱们一会儿啊 再展开讲 那么在这儿 咱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首先说这陈圆圆 她不是航院的 里边接客的女人 也不是清音小班当中啊 拿个琵琶唱唱曲儿 给这个王公公子啊 打茶围的女孩 哥现在说呀 是艺术家 知名艺人 所以说呢 很多传书当中 说这姑父姑母啊 养父母 也有人说呀 是姨父姨母 一狠心就把陈圆圆 卖进了行院 这句话也是不贴谱的 经不住分析 这陈圆圆呢 她艺术是好的 这人一出名以后啊 那自然就是圈粉无数啊 那么当时 这挺大的艺术家 陈圆圆 她住在哪呢 哎 这地儿可有名了 苏州 苏州有个地儿啊 叫桃花屋 您听着耳熟吗 对喽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钱 这秦怀八雁之一的陈圆圆呀 神性一样 就住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在这陈圆圆的 众多粉丝当中啊 有一个人 一生挚爱着她 这是谁呀 这就是江南大才子 茂香 自碧江 无论您去查 哪本的历史人物志 上边一旦提到 这个茂香啊 都写是汉族文人 可是啊 实际上 这茂碧江 他是蒙古族 他们家呀 是儒高茂氏 这儒高茂氏和其他姓茂的 还不得一样 他们是大元朝镇南王 托桓的后代 这托桓呀 他肯定是蒙古人啊 这托桓呀 就是忽贝列的第九个儿子 到了明朝之后啊 这侄子就留在了江南 改姓和茂姓 这茂碧江的文学成就 他究竟有多高呢 我呀 作为一个俗人 我给您形容不出来 不过这大明朝的文元巨匠 董其章 就曾经把他比作为 出唐时候的王伯 这茂碧江啊 大概是在崇祯十四年的前后 结识的陈媛媛 那么这才子家人 见面以后呢 自然是互相倾慕已久 很快这爱情的火花呀 就算是点燃了 完了完了啊 这茂碧江啊 算是离不开陈媛媛了 在这茂碧江的眼里 这陈媛媛怎么看怎么好 割据这村雨啊 讲叫又狗狗啊 他是又丢丢 怎么着 您听我这两句都俗了是吗 没关系 人家茂碧江啊 对陈媛媛的形容 有雅致的 这茂碧江啊 就在他的影媒 安逸语里啊 是这么形容陈媛媛的 乃出沉寂之口 如云出秀 如珠大盘 令人欲仙欲死 哎 您听着他够文雅的吧 那么从这句话上啊 又引出来咱们今天另外一个小话题 这陈媛媛 他到底美不美 他有多美呀 其实呢 这陈媛媛 他很有可能不好看 那有人说不对啊 这茂碧江不能在自个儿的书里 自己梗 糊弄自个儿啊 他这么夸陈媛媛 能不好看吗 实际上您仔细去品着茂碧江这两句话 头边说的是什么呀 头边说的呀 是陈媛媛的扮相 后边呢 后边说的呀 是陈媛媛的唱腔 这前边说的是啊 这陈媛媛办好了戏之后 往台上一站啊 盈盈抄抄的 让您看着个背影 然后开板起唱 就好像啊 您看见这一只黄鹰 在云雾里歌唱一样 后边说的是啊 一些很俗气的曲目 在陈媛媛唱来呀 那也是啊 如这个云彩啊 从山洞里突然飘出来 那么的 有韵味 就好像是一盒珍珠 撒在铜盘上 那么的 质地有声 可说得了 我是怎么读啊 也没读出这两句啊 哪儿 雄中陈媛媛的容貌好看 我所能读懂的呀 无非是说呀 这陈媛媛台上啊 台风正 扮相好 唱腔好 是个好角 这么说 这陈媛媛她长得究竟是好看不好看呢 哎 还真有可能 她不好看 有这么个民国时期的美术学家呀 叫柴厄 她在点评 梵天卢丛路里边啊 就曾经提到过 她呀 得到过一张小画 这张小画画的就是陈媛媛 不过她并不是那种公笔的 细致的中国传统美人画像 在她看来呀 这幅画更像是一幅速写 她说这画里的陈媛媛呀 是这样的 鸡碗窝坠 长袖清纯 鹅 肾高 上唇左 有一黑子 鼻梁中线 那不用问呢 这画上啊 一定有提板 上边写着呢 这就是陈媛媛的真容 那这上面写着 这陈媛媛她长什么样啊 怎么暂写不提呀 她穿什么 梳什么头 咱们就看她脸上吧 这画上之人啊 这脸呢 颧骨很高 并且呢 在这个唇呢 左侧的上方 有一颗黑痣 这颗黑痣啊 非常大 那我想给您的第一感觉呀 那肯定就是 有一颗梅婆痣 这些事情啊 那还都不算什么啊 虽然难受的呀 她说这个陈媛媛呀 鼻梁塌陷 这几句话呀 被很多学者引用 所以说呢 她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呀 这陈媛媛长得非常一般 并且呀 还有很多这个劣势 只不过呢 是因为这艺术好 又是才女 懂诗文 经书画 才被这么多粉丝所拥戴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呀 这几句形容这个陈媛媛容貌的话呀 其中漏洞百出 咱们先呀 不深究这幅画存在的真实性 即便这幅画是真有 她上面画的是不是陈媛媛 还另说 咱们就说呀 这鼻梁中线 我觉得呀 这个颧骨过高 还有这个脸上有一颗黑痣 在舞台化妆的时候都能遮蔽 但是这她鼻梁啊 可是舞台演员的大忌 挑这个舞台表演演员的时候啊 首先要看的就是 鼻梁是不是要高骨 要直 脸呢 要薛微的长一点 长成这样的演员呀 无论男女 画出舞台妆来才是最漂亮的 如果她要是个趴鼻梁 扁鼻子呀 首先就唱不了戏 因为这个小戏时候的老师啊 就不会选这孩子 这东西她古今一里啊 我想陈媛媛作为当时一个名媛名义人 她是绝不会鼻梁中线的 所以呢 咱们也不要管那些呀 无聊的野石笔记 咱们呀 还是始终认为这陈媛媛是美的 就完了 要不去呢 之后的书啊 咱也是不好书 那么说这茂碧江和陈媛媛的感情 到最终有没有结果呢 茂碧江啊 在书里是这么说的 那年呀 应该是崇祯十四年的秋天 在苏州啊 这茂碧江和陈媛媛二人就私定了终身 这茂碧江啊 和这个陈媛媛说 他说我呀 不能委屈了你 得明媒正娶你 这样呢 我就先得回家和家里 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了 然后准备准备 我再来苏州啊 娶你 陈媛媛她虽然舍不得 但是没办法呀 这晴良哥哥的说的在理呀 于是也只好放这个茂碧江回家 可是这茂碧江一去呀 如泥牛入海 是再无音信 那有人说呀 这笔写的还准 那一定是这茂碧江回家之后 与父母禀告 说要取一名啊 幽灵为妻 这家里边人啊 他不乐意了 其实啊 这事还真不在一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茂碧江啊 这个和这个陈媛媛失之交臂以后 最后他娶的妻子是谁呀 那可真是秦怀八雁之首董小婉呀 这董小婉可不是幽灵之辈呀 这董小婉那是正正经经的青楼女子 说到这儿 这说书的我呀得插一句了 要不说这古今一理 您得读书 您得有学问呢 您看这帽也没有 这雁福着实的不浅 一想起他认识这些女性了呀 这说出的我呀 不觉得这蝉险已流失一惊呐 笑谈笑谈 咱们接着说呀 这茂碧江和陈媛媛这段孽媛 那么这么说来呀 耽误了二人的约会 这茂碧江家中是确有急事 那换而言之呢 这陈媛媛你多等两天呀 也没什么 过了京东 不是还有明春的吗 可是就在这时候 祸事来了 就在崇祯十五年的重春 这茂碧江啊 匆匆忙忙 料理了家中的事物 赶到苏州 去与媛媛相会 为的就是上养妥呀 这迎娶事宜 可是他到了桃花屋啊 这茂爷就傻眼了 戏班里的人告诉他了 就在十天以前 这陈媛媛啊 被人强买走 接近了北京城 这才引出了一顿太师府 乌桑贵初见陈媛媛 是冲冠一怒 魏红颜